国民党虽然在基隆市长选举赢得胜选 但是在基隆市议会议员席次上却减少三席胜13席 反观民进党选得好增加到12席 因此接下来最重要的基隆市议会新一届正副议长选举 双方面可以说是旗鼓相当 国民党现任议长蔡旺莲表示 将会搭配副议长林佩祥继续共同角逐 这一次的选举有或多或少的一些新旧的更动 那不会演的 这一次我们民进党也有很多议员当选 息事蛮多的 是历来所谨见的一次 那当然我跟佩祥还是依旧会保持这份热忱 继续扩大我对于我们整个大基隆的整个发展 跟未来继续给予监督市政 然后来配合市政 达到我们大家共荣的这个目的 所以我一定还会再找我们副议长林佩祥 一起在争取我们更多的议员来给予我们的支持 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谢谢大家 不过副议长林佩祥表示尊重之外 却也喊出输不起没有分裂的本钱 可见压力之大外人选似乎还在整合中 我跟蔡议长搭配了四年 那这四年之间我都一向尊重议长 那目前我也是继续尊重我们蔡议长 而如果要问我自己个人的意见的话 第一个 我认为因为这次我们国民党这次的选情 没有预期的有利 所以说我们没有分裂的本钱 我们只能推出一组人马 而我在这边也要跟我们所有国民党的好朋友忽略 这次国民党输不起 这是议会的政府议长选举 国民党绝对输不起 好不容易我们把市政府拿回来了 那我们正准备好好做有一番作为 那如果市议会失守的话 那对于本党在基隆的执政 甚至基隆未来建设发展 这八年之间会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这是我这个人的看法 由于机动市议会总共31席 新一届议员中 亲民党有两席 五党籍四席 虽然国民两党各自有友好 党有支持 但是除了政治实力之外 也有人情事故考量等因素在里面 甚至是否连带有两年后立委选举的考量在里面 副议长林沛祥宇代玄机指出 对于大家来讲各种考量应该都有 今年12月25号都还没到就讲两年之后的立委选举 我个人觉得太早了一点 而且如果立委选举不管对各方人马来讲 都是各个势力各个山头的需要一个参考 需要一个总检讨或者总体全盘的规划 毕竟不管是这次的政副议长选举还是未来的立委选举都是未来至少我们基隆市政坛八年之间重大的转折 所以我认为每个人每个市立每个集团每个家族都必须做审慎的考虑 虽然压力大不过议长蔡旺莲和副议长林沛祥两人 还是分别感谢七土区以及安乐区选民的支持和肯定 让他们都能够高票连任继续服务相亲好朋友 非常非常的感谢七土所有的相亲父老们 再次给予我蔡旺莲这个机会 能够继续连任为我们地方继续来打拼 真的要感谢我们所有安乐区的好朋友 再次给佩祥肯定甚至是更多的肯定 让佩祥的票数能够增长 这表示佩祥这四年之间的努力不是败费的 那这四年之间的作为是大家肯定的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